我现在工作忙没时间 可不可以等退休了再学佛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们先来做个假设 假设时光匆匆流逝 一转眼已是几十年后了 你也如愿退休了 那时会是什么情况呢 什么 学佛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学佛 我现在还要照顾小孙子 可不可以等孙子考上大学了再学佛 隔壁里老头天天拉我去打麻将 我哪有时间学佛呀 早知道学佛这么好 当年我就应该选择学佛的 哎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这大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况且佛说 人命在呼吸间 有谁能保证自己一定就能活到退休呢 所以 学佛应该从现在开始 当然 确实有很多人平时特别忙 抽不出太多完整的时间用于学佛 这点不用担心 有一种学佛方式可以充分利用零散的时间 那就是念佛 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佛非常简单 不需要去特定的地方 坐车 吃饭 做运动 随时随地都可以念 出不出生都可以 想要学佛的上班族 现在就可以先尝试着开始念佛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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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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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